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3月4日,洛杉矶湖人,以111132,惨败于洛杉矶快船,赛季四次输给同场对手。 本场比赛,威少,可谓是输球又输人。 他在上半场,打成2加1后,秀肌肉,挑逗对手。 但在下半场,快船球星,雷吉杰克勋,细耍般过掉一哨,威少竟然下黑脚犯规。 本场比赛,威少出战28分55秒,16投7中,发球4中3,竟得到17分8篮板3助攻。 但在上半场,威少打得风生水起。 他7投5中,拿到12分,还贡献两次爆扣。 比赛第二节,还剩3分32秒,威少单枪匹马,直杀篮下,打成2加1,并造成组八词,第三次反规。 在裁判吹哨之后,威少,对着组八词,做出了一个秀肌肉的动作,嘴角微微上扬,颇为挑逗。 进入下半场,胡人队突然崩盘,场上分叉,也是越拉越大。 此时,快船队的雷吉杰克逊,却越打越出色。 在第四节比赛中,雷吉点名单挑威少,一个浮夸的接球,跨下接变响,直接过掉一哨,试图难成突破。 在被雷吉杰克逊戏耍之后,脑球成奴的威少,直接伸黑脚犯规,才怕立刻吹打犯规。 威少的这次犯规,也引发了球迷的热议。 不少人认为,威少,有点输不起。 自己在上半场挑衅对手在先,在被对方回应之后,竟然选择下黑脚回应,确实有些没面子。 值得一提的是,微博。